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宇蘭 今天我要來介紹 包包裡面帶的東西 現在介紹我的化妝包 我會帶一個比洛爾的氣墊粉餅 我有很多 很多支口紅 就有四支不同顏色的口紅 還有 鹽藥水 然後跟小小罐的香水 我很喜歡噴香水 我覺得香水是噴給自己聞的 所以自己每次噴完的時候都心情特別 東西還蠻雜的 乾洗手 因為我很喜歡用乾洗手 因為我覺得常常在外的手很容易髒 所以我幾乎就是不離身的就是我的乾洗手 而且我的手其實非常容易乾 護手窗也是不離身的小物品 充電寶 因為我應該算是小小嚴重的B桶子 所以你一支手機的電量對我來說不夠 我通常都要用就是再夾一個充電寶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戴眼鏡 這個包包裡面就是準備兩副 就是不同的造型眼鏡 我的錢包 這個東西很可愛 是一個小物 這個小夾子很特別的是它是夾在眼鏡上 它就是我給這個眼鏡設計的一個這個小夾子 就是在旁邊真的很可愛 眼鏡的小飾品 就是我平常會帶的一些小物品 所以其實我的包包不能帶小包包 我都要帶一個中型的包包 這樣才可以裝我這些拉哩拉哩的雜物 好像沒有公開過我的化妝包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神秘 不想隨便讓別人看 今天要讓你們瞧瞧裡面 這個就是我的包包 因為我有一點點害怕東西沒帶到 所以我習慣帶大包包 接下來我就要把它打開來 讓你們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的話裡面都是一些小飾品 把它分裝起來 然後如果真的忘記帶的話 就剛好包包裡面就有不用擔心 然後這個是我的鑰匙包 然後這個是鉛筆盒 然後這個裡面就會有 我生命中必須要有的東西就是這個 它是小小罐的 因為我的膚色比較健康一點 就比較深 所以呢如果看起來乾乾的就會很命苦 油油的感覺比較滋潤 所以這個也是我會隨身攜帶的 然後錢包如果那天我是帶大包包 我就會用大的長甲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口罩 很多藝人都會帶黑色的口罩 因為我就是覺得那個明星味太重了 我覺得選擇這種 就帶起來真的不會讓別人發現我是誰 你看你知道我是誰嗎 是不是很路人版 接下來介紹大家都超級想看的化妝包 我好像沒有公開過我的化妝包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神秘 不想隨便讓別人看 今天要讓你們瞧瞧裡面東西 但是呢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外包裝 這個是我跟品牌聯名的 然後上面每一個圖案啊 都是我自己畫的自己設計的 接下來我把它打開了 這個是腮紅 腮紅我有兩個 這個是稍微偏紅的 然後這個是比較霧一點的 就是這種 就是你只要沾一摘 甩一甩 這樣子 這樣子這個 就是絕對不會出錯 它的顏色我覺得蠻可愛的 這個應該也算是遮瑕 這個也是遮瑕 然後這個是專門遮在眼睛附近的 然後點點點點點 然後另外一頭這邊呢 是刷子 它就可以把那個這樣刷開來 用推的方式 所以我就會點在一些比如說有暗沉的地方 然後因為我的黑眼圈比較嚴重 所以我就是需要再重一點點的遮瑕膏 我粉餅 就是這個 3CE的 然後我都會用拍的 還有 這個 我的睫毛膏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用在哪裡 我只是覺得它是跟Hello Kitty聯名的 我就買了 然後它的刷頭呢 是這一種 是小梳子 我喜歡小梳子 因為用起來比較自然 然後我還會再把它再刷開 就是一樣是刷睫毛 這是刷上睫毛 這是刷下睫毛 小刷子 眼線我會帶三種顏色出門 就是這個是黑色 這是深咖啡色 這是淺咖啡色 這是淺咖啡色 因為我喜歡裡面畫深 畫最深的這個黑色 然後外面用淺咖啡 然後如果真的有一些洞洞要補的時候 我就會用深咖啡 這個呢它是少女時代的化妝師 自己出的唇彩雨衣 只能帶一盒眼影的話 我會帶這一盒confold 因為它裡面的顏色呢 就是現在很流行像這種磚紅色 或是你想要大地色的這種自然的咖啡色 它也有 這個呢也是緊急救難包 真的常常有時候真的太想綁頭髮 但是你都找不到髮圈 也會很痛苦 所以我裡面有三個髮圈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呢 現在台灣還沒有 然後是我試用過 最好用最自然的 紅孔變色片 然後這兩個呢 這個就是大家都很喜歡 這支我要跟你們炫耀一下 這支是最近新出的 而且也是限定的 好的所以這些呢 就是我化妝包裡面所有的東西 那如果包包裡面只能選一樣東西 戴只能一樣 我就會選擇戴口罩 眼人耳目 這是我唯一一樣 一定要戴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夏宇喬 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出國的時候都會帶什麼樣的保養品 然後我的旅行包裡面放了什麼呢 那先介紹一下我的箱子 我覺得非常好用 因為它其實是我一個 認識非常久的化妝師 他非常了解 女孩子的保養品 化妝品 會有哪些 而且重點是 它有客製化成上面有的名字 女孩子嘛 最喜歡 你的東西上面有的名字 那我先來介紹 我的保養品系列 三號的小灰瓶 然後 其實這裡面主要的成分都是 以膠原因子跟玻尿酸 因為它也比較小 比較好攜帶 然後會像化妝水一樣先上了之後 再用 這是五號的 它比較濃 比較濃稠一點 以化妝水再濃稠 所以是有點像精華液 我就會上完 三號再上五號 因為我 無時無刻都會希望能夠美白 所以我會再多加這一罐 美白的 PLUS 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就是 不會產生敏感 然後是很天然的 所以它這個美白是白天都沒擦的 所以我等於是白天晚上 我都可以用美白的笑容 然後呢 保養品介紹完了 我覺得可以來介紹一下 我出國都會帶它 它是用盆的 然後它就噴在你的鎖骨啊 然後關節的地方 就會除了散發性感的內力之外 它會讓你皮膚看起來很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按摩的東西 這塊其實有點像刮沙版 但是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它有各式各樣的角度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刮 我也可以這樣領發刮 有沒有按摩擦很多 臉會小一個size 然後呢 按摩臉之外 我還有一個這個 我也很想要推薦給大家 然後出國的時候非常好用 你可以剪成一小塊 然後拿來磨砂你嘴唇 用過之後發現 只要用這個磨砂紙啊 然後磨砂完嘴唇 然後再上任何的唇彩 或者是有護唇膏 嘴巴跟嬰兒的屁股一樣呢 這也不貴 它是一個歐洲的平價的品牌 所以其實去歐洲玩都一定沒得到 然後呢 我有一些急救小東西可以分享 像這個是眼睛紅的話 真的是馬上去紅眼 不是涼的那種 因為我有時候也很怕涼 然後這是我在日本藥妝店找到的 就是它是去痘痘 裡面的成分都是以代謝 加速代謝跟消炎 這個是剛剛好 然後又可以有效去痘痘 然後這個其實我推薦的 也是每個都非常多的 任何蚊蟲咬傷 然後任何過敏都可以擦 就是局部擦的 然後擦頭髮的 擦頭髮因為我的頭髮有燙 所以比較毛躁 我就會一定要擦那種護理油這樣 最後我覺得可以分享一個這個 這是我最近我媽媽堅持要我戴的 它就是一個個人空氣濾鏡器 但是我覺得我戴了之後 好像你就會自己心裡面覺得 我現在頭上有一個光圈 那這邊的空氣都很乾淨 它會自然的產生複離子 那我覺得因為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這樣 所以我到了在家裡也會戴 那出國也是必備 要聽媽媽的話 差不多就是我出國基本上會用到的 保養品跟隨身攜帶的東西 哈囉大家好我是戴安娜王山 今天要介紹一下我的化妝包裡面有一些什麼 那首先啊我的化妝包我喜歡是簡單的 但是剛好這個size 跟我的手差不多 然後我覺得可以裝到一些 我覺得重要的東西 那我第一件事情我很注重衛生 所以我會有酒精 我會先噴一下手或者怎麼樣 那通常我在飛機上可能會稍微補補妝啊什麼的 那我還有一罐這個是可能我到了hotel 它是一個有機的會殺菌 可能枕頭我會噴一下 我覺得很注重保濕 因為在飛機上面其實常常 皮膚會飛來飛去會很乾 所以我會用一個保濕的 那再來呢我會 上一點點粉底 那其實我很喜歡用這一類型 因為它一有鏡子 二是我不需要沾到手 手不會髒 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樣沾沾 我通常只會 就是用一些局部的地方 然後呢再來我會 喔這是我洗完頭我都會 其實我什麼都是裝一些小罐頭啦 然後洗完頭我會擦在髮尾 跟就是下面乾的地方這樣子 其實可能熬夜啊工作類 所以會帶一個發泡釘 然後護唇膏 因為我嘴唇常常會裂會乾 會用一個 我覺得這很可愛 好厲害的 對蠻喜歡這個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香水 我也是裝一個小罐頭的 然後裝自己喜歡的香水在裡面 其實這樣子真的很方便 然後我覺得眉毛 雖然我眉毛算是不會太淡 但是我會稍微補一些洞這樣子 所以會有這隻睫毛 我就是夾一夾這樣 那常常會 如果冒痘痘了 或者是想要遮瑕 遮一些黑眼圈內的時候 就是遮瑕膏 再來就是我會帶一個 我剛好手指上用的指甲 有時候會掉漆 或者什麼可以補一補 那我通常喜歡用一些 比較大力色啊 或白色或是膚色 一些自然的顏色 沒了 結束了 那基本上就是這些簡單的用品 然後算是有點 究極可以用到的東西 謝謝你們的收看